民进党在新国会中 属于少数政党不蓝白 却没有人想要尊重 这个少数的政党 前立委郑立文他分析 是因为民党多数这八年 用人数优势暴力通过各种法案 有在尊重民意吗 还有他认为官员羞辱国会 民进党在论述时 真的有在讲道理吗 还就是穷极一切无理取闹 让韩国瑜不得不 去限定发言的时间 为什么柯建民大家不同情理 照理讲全世界的国会 当你是少数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国外的国会 过去都有这样的例子 就站在那边 透过程序上面来表达 我知道我最后表决会输 但是我要把我的价值 我的主张讲清楚 我要穷尽一切的程序 让多数没有办法表决 最后我们会表决 所以多数会尊重少数 会给少数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 然后我们最后再来表决 但问题是过去 民进党是多数的这八年 是怎么样用多数暴力 剥夺了少数的发言 过去的这八年 民进党是多少次 透过多数的暴力 而且明明是违法无理的事情 你们也是透过多数 就直接割韭菜 你们有在尊重民意吗 甚至于很多的决定 你们就直接绕过国会了 国会要求你来 你也是不甘不愿羞辱国会议员 我少数让你讲话 可是你一开口 柯建民一开口讲的就是五四三 你今天这个五四瑶一开口 就是说 好啦 那你们比较喜欢去大陆 找大陆啊 你们都不喜欢跟我们讲 一讲话就是讲这些没有营养 你有真的在阐述里的理念吗 你有在讲你的道理吗 你有道理吗 你就是穷尽了一切 无理取闹 所有事情你都做完了 所以呢 韩国瑜或者是说在野党 就是受不了了 以后其他人不要来了 党团干不来就好了 以后要限制发言时间 就是你自己干了什么事 招来了这样的一个下场 蓝白立委的提案 邀请准总统赖清德 救援之后 复立法院来国情报告 10号经过院会立案讨论之后 朝野都没有一一进覆二读 对于形势呢 柯建民表示要回去问赖清德 不过呢 来看的是呢 时事评论员就说 如果13号党团协商 领党室的论述 就是赖清德的想法 那就代表赖清德 只是想虚应了事 建立性证高度 一拜 你们不是说要回去问 这个赖清德吗 如果昨天的协商里面 民进党代表讲的 就是赖清德的想法 那就表示赖清德 对这个国情报告 其实是没有诚意的 他不是真心想要来听取民意 他只是想要来应付 然后呢建立一个叫什么 我是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个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的国家元首 他要建立他的宪政高度而已 那变成立法院就是堆一个舞台给他表演 而立委完全没有办法对他有任何 你看不管是统问统答什么 急问急答什么 依序回答 甚至分段回答 他都不愿意 他只要你们就全部 目前预计20个立委发言 20个立委发言完 我半小时统一回复 他们肯定要的就只是这样而已 可是这是我们人民要的 赖清德就是领北 把自己抬高成 我高于你们的那个感觉 总统高于一切没有错 可是在宪政底位上 为什么不能急问急答 因为这样子的话 总统就会变成像行政院长 那以后的立法院 就变成可以监督总统 他意思是总统不应该接受立法院监督 国情报告是总统心情好 来跟你们各位立委来报告而已 你们根本连问都不能问 吴昭谢跟徐晓星互杠多日 外交部分享了一张吴昭谢 这是深批魔法部吵架王 国安会新战神彩蛋的照片 引发了热议 另一位王宏威说 如果赖清德还不出面说句话 严重怀疑 吴昭谢失控行为是赖清德默许 徐晓星大姑诈骗案 现在发展出很多个案的案外案 那沐昭绿媒彻翼的追杀 还追到了住家 骚扰徐晓星 真的觉得如果到现在为止 赖清德都不讲一句话 那我真的认为 吴昭谢所说的话 是你默许的 或者是你受益的 因为如果今天吴昭谢 他真的是即将退休 我常常讲说 没有错啦 可能人都会有情绪 他可能觉得说 这几年我受够你们立法院了 所以我现在很任性 我想讲什么就想讲什么 我想骂什么就骂什么 可是他不是 他马上就要去当国安会的秘书长 国安会的秘书长 更应该谨言顺行 国安会秘书长 你作为总统重要的幕僚长 你应该非常的冷静 你应该非常的谨慎 而且你要帮总统做出正确的判断 你怎么会像一个 好像在精神上真的有问题的人 在这边动不动就爆出口 动不动就要去找人家吵架 然后国外议员 你也就觉得说 没什么我就去告他 老师说 徐晓星他在这一个多月以来 从他的就是 他的先生的姐姐跟姐夫 爆发这个诈欺案之后 其实这个案子 后来就变成出现了很多的案外案 到目前为止 其实如果今天徐晓星 他有涉入不法的话 那自然就司法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可是问题不是 你们现在做的方式 其实都已经太过火 太超过了 那刚才也在讲 那种耕骚 就是你在人家的家门口 不停的徘徊 然后现在又说什么 5月18号 4月18号要去他们家 申请入权了 那你5月18号神经病 你去需要些人在太平岛 我们都要去太平岛 他现在是干什么了 对不对 日前外交部长吴彰席 在Thirds表示说 面对无理之一 林北一定吵到底 面对中国威胁 林北一定奋战到底 博士越人林真宇就说 难道全部会都要实行反质询吗 行政立法违宪都被民进党玩在手中 若跟捷克签约是人道救援 不应该是大张旗鼓 以前还会贴国旗 现在怎么会变成密检呢 一个贵为外交部长的人 居然可以把我们小时候 父母跟我们说 这个是脏话 不能讲的话 放在嘴巴上 而且还这么大张旗鼓的 告诉大家 林北就是怎么样 那我真的是不晓得说 这是不是跟之前 我们的礼仪廉耻被拿掉 我们的文言文被拿掉 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是不是接下来我们所有的都是用这样执球对决 而且毫无修养的方式 来去面对所有的国会议员的质询 是不是就要把苏贞昌的所谓的反质询 全面的在各个部会 全部通通一起实施 现在行政立法跟违宪 被民进党玩的乱七八糟 动不动什么东西 毁宪乱政 你这个危险 请问一下你们过去在全面执政的时候 这些通通都不是问题 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 真的是必有妖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说今天我们是人道救援的状态 以过去蔡英文跟世界对接 跟世界民主同盟对接的状态 你不应该是大张旗鼓吗 怎么会反而是变成蜜健呢 而且更何况还是透过 并不是邦交国的第三个国家来协助我们去做人道救援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以前随便你捐赠个什么 你通通哇 我们的运输机下来 国旗贴的跟什么一样的 这一次怎么什么都没有 怎么那么安静 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必须要说 更何况你可以看 这一次打徐朝青前面的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大家已经看出绿营你们的手脚了 在玩什么大家很清楚 你不把徐朝青打死 你们就等着等死 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前最常说的 这杀不死我必使我强大 所以绿营你们有本事 你们就把徐朝青打死 如果没有本事 那你们就小心了 主任交通部长李孟燕被质疑跟远航 前总座张庚伟频繁碰面 是否两个人关系匪浅呢 另外网红威呼吁 李孟燕说法不要像挤牙膏 要赶快赶紧说来说清楚 而揭露关键影片台北市议员张思庚 也痛斥李孟燕为了掩饰 一再说谎企图掩盖 要求李孟燕出面来做回应 不应该闪躲 李孟燕他即将接任交通部长 他在立法院里面说 他事实上是透过一场参会 才知道有张刚为这个人的存在 我又踢爆他 他有在立法院达巡之后 第二天他就约这个张刚为的委任律师 来一起喝咖啡 那他又说其实他跟张刚为不熟 结果你现在又出现在张刚为 都更办公室的这个附近 那么事实上就是要去这个都更办公室 请问一下你真的跟张刚为不熟吗 所以我要奉献李孟燕 你不要像这个挤牙膏一样 其实你熟或不熟 这个就是其实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 如果他跟张刚为真的不熟的话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料 不管是影片或者照片 会一一的呈现 所以我觉得诚实才是最好的一个对策 对于你跟张刚为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纠葛 到底有什么样的交情和冤演 应该很诚实的对外说清楚 我们接获的爆料 今年1月11号的晚上 就是投票的前两天的晚上 李燕梦去了张刚为先生 在永和鼎西的建设公司 大家觉得张刚为过去的经商的记录 并不良好 不好 经商记录不好 那由他来参与这么大型的都更案 民众都很担心 会不会又变成一个逃空事件 我们要问李燕梦 他跟张刚为先生到底认不认识 那到底去他公司做什么 而且他乘坐的还是公务车 这过程当中 在那个建筑物里面 他到底有没有跟张先生碰到面 然后要谈什么 到底是什么样重要的事情 要让李燕梦 在投票的前两天晚上 要去做这个他公司去谈 不要说他很多 说跟他只是饭局上的点头之交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任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